最快帽子戏法前三名 排在第三位的是李金宇 2006年中超第十四轮 山东鲁能5比0大胜辽宁队 李金宇在本场比赛中 总共为球队攻入四球 实现大四喜 其中从比赛第43分钟至第53分钟 李金宇在十分钟内 完成了帽子戏法 锁定中超最快帽子戏法 第二名的球员是费莱尼 2020年新赛季中超首轮比赛落下帷幕 大连赛区山东鲁能泰山队 3比2逆转大连人队 比赛第79分钟到第85分钟 费莱尼仅用时7分钟 便完成了帽子戏法 且三例进球都为投球破门 而创造中超历史上 最快帽子戏法记录的球员是韩鹏 时间来到2010年中超联赛第14轮 山东鲁能在主场4比1 大胜长沙金德 从比赛第48分钟到第53分钟 韩鹏完成了帽子戏法 完成帽子戏法的时间 缩短至5分钟 这也创造了中超最快帽子戏法的记录 且此记录至今还无人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 中超最快帽子戏法前三名的球员 都来自山东鲁能队